上个月的游戏介绍 不知道大家最终选择了哪几款游戏 12月TGA奖项即将公布 那么23年最后的1月 11月份又会有哪些新游戏登场呢 就让各位随着游戏指南针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款 浩杰切西 这是一款大型多人开放世界生存建造游戏 游戏背景设置在疫情后充满杀机的美国 你需要利用你周边的一切物资强大自己 在预告片中 游戏拥有强大的光影特效 以及丰富的枪械改造 不过这款曾在2022年6月21号宣布发行 作用百万冤枉单 无数人翘首以判的一款游戏 却因引擎更换 商标纠纷 延期到了今年11月份 虽然在延期的期间发生了诸如游戏下架 志愿者打工 宣传片抄袭 油管频道消失等一系列负面戏文 而且直接说到游戏上架前摆打测试 到如今也没有消息 很难让人不怀疑这是否是一款画饼游戏 但官方一再强调这是一款真实存在的游戏 游戏将于11月10日发售 到时候就可以看着官方可以给我们端出什么样的打餐 原先打算作为大型DLC发布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新一代的COD 本代从风格和玩法上来讲 与去年的《现代战争2》 在本质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两目作品都围绕相同的主题展开 并且剧情发展也沿用了之前作品的设定 此外游戏地图的设计也基本上是对老版本《现代战争》的复制 战役模式则引入了一个全新要素 开放作战任务 与传统的战役模式关卡不同 这些任务重新定义了玩家群体 为个人游戏风格提供了无以伦比的自由度和适应性 本作提供了大量垂直和非传统的移动选择 玩家可以选择通过不同方式来完成本场战役 游戏将于11月10日发售 如果你喜欢传统COD那种快节奏对局而非战术感 那本作应该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第三款《如龙7》外传《无名之龙》 本作背景故事设定于如龙6之后 隐形白名的同生一马在如龙7出场前 都经历了哪些事件 本作的战斗系统相较于上作的回合制战斗 重新回归了动作制 玩家可以在特工和硬龙两种战斗风格中自由切换 这代如龙制作组升级了小游戏的体验 并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小游戏 让玩家在战斗之余可以享受一段轻松的时光 在夜店模式也采用了视频播放 看来制作组是懂玩家想要什么的 游戏将于10月8日发售 首发加入XGP 第四款《为了无王2》 经典多人回合制策略游戏的续作 前作在Steam拥有特别好评 该游戏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机性 在游戏中你可以看到10%概率连续失败 而成功把自己害死的诸多名场面 当然游戏中很大随机性也是此类游戏的特色 让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体验 既可以是让你对于各种事件充满惊喜 也可以是让你的每一次制骰子充满害怕 可以称之为RPG式的独狗模拟器 本作玩法与前作并无多大区别 更多的则是加强了画面表现力与内容量的增加 想和朋友一起玩这种慢节奏游戏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在11月3号发售日入手一部《为了无王2》 第五部《无敌号》 新的原子朋克硬科幻游戏由同名科幻小说改编 在游戏中你将扮演一名天体生物学家明斯纳 来瑞吉斯三号星球开科研探索任务 却因先前传言失踪而转变为了同胞的搜救行动 从而在这颗星球经历了一系列的探险 从目前的市版版中可以看出游戏采用复古未来主义 原子朋克美术风格 把外星球的荒乱感塑造得十分不错 给人很强的沉浸感 在游戏玩法方面 玩家则需要收集各种信息来解开谜题 还原事件真相 游戏将于10月7号发售 喜欢该类型的玩家一定不容错过 通关游戏又相当于看了一本书 一份钱赚两次 真可谓是赢麻了 以科幻动作电影《机械战警》为背景制作的游戏 玩家将扮演半人半机械的警察亚历克斯·莫菲 以第一人称视角在犯罪猖獗的底特律旧城中 依靠自己机械身躯和高科技武器来打击犯罪 战斗风格给人一种玩阶级游戏的爽快感 人物像一个无情的战争机器 适合一些喜欢叭叭叭的玩家 游戏也将于10月3日正式发售 以上的几款游戏各位都期待哪些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进行讨论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目前游戏指南针也在发起独立游戏孵化计划 将被国内的游戏开发者提供资金和行业资源能支持 如果你正在开发游戏 那么欢迎私信联系我们 我是维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